我是赵康 欢迎来到TVPS赵康战警示 专门向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 陈世轩议员 尹乃坚小姐 林毓方委员 刘采薇议员 曾宪宪议员 好 那么习近平跟普丁 那么见面了 中俄将要深化军事协作 当然我想美国一定很在意了 不过他们也可以讲 那你们美国逼我们的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 他们有一个联合声明 有些要点 说中俄关系超越冷战的 军事政治同盟 不但是军事同盟 也是政治同盟 同时要深化军事互信协作 扩大联合军营的规模 二方重申一中反对台独 坚定支持中方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而且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俄罗斯内政 大陆学者说 因为受到恶务战争影响 原来他们讲的叫做中俄的 友好无止境 现在不用这个无止境了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立场 另外习近平说解决 乌克兰危机 根本是建立新型安全架构 俄罗斯也说 以前中国提出来的和平方案 是可以逃绿的 那到底怎样 美国就说你们两个谈什么 中国不可以兼得西方跟俄罗斯 你要跟我们西方做生意 对不对 又想要跟俄罗斯好 不可以 与与兄长不可兼得 习近平是说 普丁是习近平有意占有 美国媒体说对中国是麻烦 俄罗斯怎么会是习近平的战友 普丁怎么是习近平的好朋友 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已 另外普丁现在去访哈尔滨 所以被人往说是很特殊的 一般外国里就访问什么 什么上海什么这样 比较热闹的地方 跑哈尔滨去 哈尔滨不要以前 哈尔滨工科大学是很好的学校 哈尔滨以前重工业在的时候 得东北就得中国 所以那时候共产党先 到东北接收了关东军 剩下的东西 国民党就很惨 所以以前东北是 但是东北因为都是国营事业 然后东北因为都是重工业 所以这几年东北的发展 落后了大陆其他地方 特别是南方 所以当地家长要盯好小孩 不要在网络上乱讲话 另外外国媒体说 普丁是拿台湾当筹码 向中国讨资源 来帮助去打乌克兰 另外因为中俄联合声明说 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 外交部从事 我们互不隶属 我们怎么是他的一部分 另外说各种创意都有 美国学者说你看冷战的时候 东西德就是一个柏林围墙 所以现在你把台湾海峡 建立成一个柏林围墙 台湾就是新柏林 台湾真的想做新柏林吗 我们去看看普丁 俄罗斯总统普钦 17号凌晨抵达哈尔滨 上午普钦将参加 中俄博览会开幕典礼 出席中俄区域合作论坛 并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 第一天在北京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普钦 共同参加中俄建交 75周年音乐会 下午两人在中南海 习近平的办公地点轻松漫步 坐下一期品茶 畅聊国际局势 大陆政治局常委蔡奇 外交部部长王毅 以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新任国防部长贝洛索夫 中俄国安关键人物都随时在测 16号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 表示将深化军事合作 扩大联合军演规模 但相较于俄乌战争前 2022年2月4号的联合声明 当时提到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如今却只字未提 大陆学者认为 陆方表述出现转变 是对俄乌战争影响的理性评估 美国国务院警告大陆 不能希望跟欧美打好关系 却又跟对欧洲安全 造成威胁的俄罗斯深化友谊 金 特别去看哈尔滨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对 哈公大他在中国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孙云玄就那时候要毕业了 对 我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 我还跟林委员说 我记得好像有哪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是哈公大毕业 对 就是孙云玄前院长 哈公大他不但是一个在军事科技上 发展得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他还自己发射过卫星 然后还有盒子方面的技术 所以说普丁他去访问哈公大 就凸显了中俄双方 他们过去以哈公大为基地 也是有很好的这方面的合作 就是在航太领域 在盒子这个方面 双方会去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 所以这个是这次 普京他几乎是把他的 他第五任的连任 把他的内阁的成员 我看三分之二都带到中国去了 他们签了十份协议 然后联合声明非常的长 表示跟中方之间的合作 是方方面面的全方位 一万两千字 是 非常的长 然后你仔细的去看 他里面提到的 中俄双方之间的友谊 他强调的是说 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关系 然后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但事实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他在这个声明里面也讲了 他其实是针对第三方的 他那第三方就是美国 就中俄两国 在美国的强大的压力下 两个国家彼此相互需要 而俄罗斯在他当前所面对的处境 他需要中国的地方就更多 而中国他也要必须 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 保持一个平衡 相对的一个平衡感 我们看习近平在会见 普京之前的时候 是先到了欧洲去访问 先到了法国去访问 然后所以这也显示了 他对于西方国家 特别是欧盟关切俄乌战士 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警觉的 所以习近平希望透过 普京这一次的访问 他要塑造的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维护者 当普丁也说支持 中国提出来的乌克兰和平方案之后 大陆就要去强化 他那个劝和促谈的国际形象 而事实上在中俄之间 的确也面对到了很多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两国来往之间的一些的 实际上的一个困难 比如说经济上面的制裁 美国已经扬言了 就如果说再被美国找到这个证据 你中国输出民可转为军用的 那些的设施的话 他们就要在这个金融系统上面 给予这个中国制裁 就是把他拉出Swiss的系统 也因为这样子的压力之下 所以中俄之间的金融的这边的往来 数次就往下跌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次的 这个声明和那个协议里面 他们就强调了两国的金融基础 设施的相互合作 还有要加强本币互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俄之间 两者在彼此的需要上面 是各取所需 来关兄 中国到底没有帮助乌克兰 帮助苏联去打乌克兰 有没有一些无人机的零件 或是一些5G的零件 到底有还是没有 无人机的零件是有 我记得大概是2022还是2023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他卖给欧国的无人机的 那些零部件那些等等 大概超过1000多万美金 大概1500 1600万美金 所以是有 但中国大陆是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他尽量不卖所谓的 整套的武器系统给他 但是你看他们有时候 从他无人机的身上 或是一些的悬疑飞弹的身上 还是有拆解出中共的有金片在里头 但是数量不大 所以美国有时候也就讲一讲 他认为也影响不大 但事实上所谓军民通用这种东西 是在现代的战争里面 是越来越模糊 中国大陆卖了很多车辆 请问你车辆 我卖给你民的 你会不会拿来当军的使用 比如运输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些机械 这个机械你可以拿来生产 民用的这种什么汽车什么 可是你有没有可能放到 他的国防生产线上 生产军用物质 有可能 因为我讲的晶片 晶片开始中性的 放在哪里就变成什么样子 放在民用的设备上面就是民用 放在军用身边上他就变一个武器 但是中国大陆走的是非常谨慎小心 所以白宫的那个 非常佛波的那位发言人 也是哥大毕业的 他出来讲说 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的官员都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他们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 因为其中一个观察点是这样 本来是俄国一直希望 再建立一个天然气的管线 叫西伯利亚力量2号 这个管线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他欧洲采购他的天然气 巨降 巨跌 他现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可以卖得更多来弥补这样 可是这次没有签 去年这个案子是去年6月 被中国大陆叫停 今年他们认为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没有成功 俄国大概失线也知道 所以他那个所谓的俄谷的最重要的天然气的 那个董事长 那个负责的没有来 那除此之外 我们要看就是说外航人看热闹 外航人看热闹 内航人看门道 是不是这样子就表示说 中国大陆跟俄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 尤其在战争上面的这样一个协助 就会淡下来 有没有淡 刚才乃京也讲了一下 因为他今年5月的时候才宣布 有大概有20个中共的 一共有300家公司 里面有20家是大陆跟香港的企业 列入资产名单 然后事实上今年3月的量 他双方的贸易量 就比7年的3月 从86亿掉到大概是6 70亿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说slow down 是整个的双方的贸易量 有开始降下来 但是很难说 有个观察点是这样 最近换了国防部长 这之前大事 这国防部长干了很久 突然间被换掉 上去了一个人 这是以前的经济发展的部长 这个人后来当了第一副总理 这个人突然间就去当国防部长 我认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普丁知道打仗其实就是打钱 然后军民转换复用的 那个速度不能加快的话 二国就可能要输掉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到中国大陆 随着普丁去的有一个人 也是第一副总理 这个以前是经济发展部长 这当第一副总理 他就是管国防科技的人 你管国防科技的人 你现在到了中国大陆 所以普丁来访问 然后你的前任去当了国防部长 我认为他现在是纯心 要加速跟中国大陆 在捐民通用方面科技的合作 我认为这点是很重要 但是最后我们应该 大家看的应该是要这样子的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 俄国最大的煤炭的买家 最大的原油的买家 第三大的天然气的买家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认为不会改变 因为这对中国大陆有利 但是中国大陆会谨慎小心的 不要去得罪美国 尤其是欧洲 因为你得罪美国 欧洲对你就变得非常重要 你如果在乌克兰战争里面 过分的偏袒俄国 你俩欧洲都得罪的话 你未来如何取得高科技 你如果取得这么好的这些市场 来取代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逐渐的这样一个萎缩 我觉得他会很小心 但是国际政治是这样 形势比人强 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打压 持续而且强化 军事的 外交的 经贸的 全面性的那种 中国大陆里也没有太多选择 同样在乌克兰战争里面 如果这个战争变得越ugly 美国对他的援助 长城的火炮 火箭 飞弹越来越多 然后俄国的精力被攻击的 次数大幅增加了 俄国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愿意让力更多 让中国到来跟他合作 双方的合作就会加深很多 因为主要看下个月 美国国会通过600多亿的 美金的原乌克兰计划 下个月武器陆续会到 到了以后乌克兰政府 乌克兰政府军能不能反攻 我觉得是蛮关键的 去年 因为欧洲都在杯葛 欧美都在杯葛俄罗斯 所以去年俄罗斯进口的 100万辆汽车 100以上是大陆车 现在俄罗斯卖的手机里面 前六名都是大陆手机 所以这也是被逼得不得已变这样 反正你逼我 最后就逼得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休息一下就回来 好 中国跟菲律宾角力 其实中国跟菲律宾没有什么好角力 力量实在差太远 不过菲律宾后面也有美国了 大陆官媒说 黄云岛大陆海警在日常训练 我们每天都训练 我们不是针对谁 另外菲律宾的渔船到黄云岛 说下网捕鱼 而且捕鱼还展示菲律宾的国旗 通常你渔船很少就搞个国旗在那边 这个像个渔船 这不太像个渔船 渔船怎么会占这么多人 说他的大陆的海警在下塔用喷水 菲律宾的军方有去保护菲律宾的渔船 双方其实都是有军方在后面 因为你看大陆喷这个水 喷得很严重 水力量很强 所以菲律宾渔民说 你这样杀了我们 我们不过在抓鱼而已 杀了我们吗 所以菲律宾是用很多船 比如说一百架船这个地方 大陆就用水炮 然后冲着菲律宾的渔民 叫苦连天 哀嚎 另外大陆的海军 或是这些海防舰 也有黑科技的 说美菲是很难掌握的 就是说他这个科技很厉害 另外蓬佩奥说 台湾独立对全球秩序很重要 所以蓬佩奥鼓励他们要独立 但他当国务卿的时候 他那是什么不叫台湾独立 另外从双方的美中的国防部长 通话来见面开会 他们现在国防部的高层 用视讯来通话 是美国的印太助理部长 国防部的印太助理部长 瑞特纳 瑞德纳 跟中央军委会的办公室主任 礼宾 少将视讯通话 表示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往来 不过据说马上在新加坡 举行的相隔理大会谈 美国的国防部长跟大陆国防部长 董军可能也要见面 另外美国一再强调 520前台美要和平稳定 和平稳定 在这边不要闹事 不要打架 不要有问题 好 那么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一艘菲律宾民间组织的补给船 正在发送燃料与食物给菲律宾渔民 镜头一转不远处就有大陆船只在跟肩 另一边菲律宾志工在海上投放 写有西菲律宾海是我的字样的浮标 飞国民众这些动作全是为了宣示海上主权 这是在中国大陆控制的南海黄岩岛附近 菲律宾民间组织组成这是我们的联盟 号召100艘渔船 200名志工和100名渔夫 有5艘主船带领 一行人浩浩荡荡 目标是要冲进黄岩岛12海里内的周边海域 菲律宾当局甚至派出3艘海警船 确保菲律宾民众安全 大陆当局则宣称 他们派出19艘船舰进行贺阻 还四度以广播宣示主权 飞方出尔反尔 倒打一耙 恰恰证明 其实在人海交问题上 背心弃义 是侵权挑衅的一方 陆美表示 飞方渔船距离黄岩岛还有50海里 见到大陆执法人员就草草收场 和飞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凸显南海纷争正在加剧 我先讲一下菲律宾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黄岩岛其实是南海争议的引发点 就当时是主要是菲律宾的渔民在使用 就2013年的时候 中国就把这个岛包围了 然后夺取了 那菲律宾因为 2012年的时候 那菲律宾因为很不满这件事情 所以隔年2013年的时候 就去提出这个国际的仲裁案 那仲裁2016年过三年之后 就说其实中国在黄岩岛 理论上是没有这个主张 这个主张是违法国际法的 所以菲律宾后来 当然就拿着这个仲裁案 就是再次宣示说 这部分他们认为 是他们的这个主权领土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 黄岩岛真的是一个 很复杂的地方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确实这几年来 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 是日益在提升当中 这一次的渔民 真的我看好几百位渔民 而且应该是破百艘船 百艘 破百艘船 然后菲律宾是派遣 包括他的海巡单位 包括他海军都在旁边 就有点是守护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也说 希望说这些渔民 是可以宣示 这个菲律宾的主权 因为如果他官方去做的话 可能就打仗 但渔民去做的话 可能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 中国当然很不满这一点 即便中国 他这个仲裁法案 他是输的这一方 但他也没有成人 他说我没有参与其中 我也不接受这个结果等等 所以接下来的角色 其实看美国这一边 为什么 因为这个美国跟菲律宾 有安保条例 就是说今天如果菲律宾 是遭受到中国武力攻击 所以水枪不算 水泡不算 但如果是武力攻击的话 美方势必介入 所以我觉得美方应该会在背后 是希望各方都稍微克制一点 都减少在南海的一个整体的情势 我讲一下蓬佩奥这一块 因为他在这场活动 其实事实上我也在 我今天早上才从华府回来的 所以立刻来参加我们暂停事务 还没有时差 还没有时差 我没有调时差 因为去华府这一次 去不到两天的时间 蓬佩奥是因为他520 要来参加台湾的就职典礼 但也没代表美国政府 毕竟他是前国武器 也是有相当的地位 最主要他会发表这部分的谈话 是针对这场研讨会 是针对中国的反非列国家法 这个反非列国家法 十几年前的法案 但确实美方持续会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迫害两岸现状 甚至于危害去和平的一个法案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持续的去检讨 我最后其实提到一点 就是这个中俄的部分 因为过去其实 我们跟俄罗斯关系不差 真的不差 我们派到俄罗斯的代表 其实成绩也蛮高的 俄罗斯在台湾的莫斯科 这个代表处 其实事实上规模也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大家经济利益很多 但同时俄罗斯也是 稍微有点防范这个中国 但是近年来已经完全变了 所以美方有人就曾经跟我说一句话 我其实完全认同 他说因为俄乌战争 所以俄罗斯简单说 就是变中国的加油站 因为中国输出都是成品 中国输出都是电器 衣服 电车 各项属于价值比较高的产品 就俄罗斯给中国什么 就天然气 油 这些低成本的能源等等 所以这个关系整个变掉了 所以俄罗斯现在需要中国 但中国未必百分之百需要俄罗斯 所以因此而言可以看到 俄罗斯对台湾的态度也有转变 所以我只是说 我觉得美方会持续关注一点 就是说你中俄关系好 大概没办法 这是地缘政治 但是至少你中国不应该提供 给俄罗斯所谓的居民两用 相关的一些设备 至少你应该避免参与俄乌战争 至少你应该呼吁俄罗斯 要尽快回到谈判桌上 跟乌克兰大家去寻找一个 和平的方针 所以这部分我相信美国在背后 也会释出相当的一些努力 不过至少从表面看 中国算是蛮克制的 他跟俄罗斯的背景 目前的关系被美国的压迫 他已经算是克制了 来 现瑜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两大集团在对抗 你可以从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岛链 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还有一个北韩加在一起 就是这个集团 另外就是日本南韩 然后菲律宾 背后当然是美国撑腰 不过我觉得这个喷水炮的 这个应该还会继续喷下去 因为背后美国应该 不会希望菲律宾就此放弃 我比较关心的是台海 台海的局势 菲律宾我觉得这个会维持一个 斗而不破的一个状况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有安保的条约 所以还不至于会动用到武器 用人的部分这样绕来绕去 喷一喷 我觉得这个还会持续 美国也希望这样子持续 但是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目前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 我认为是对美国是比菲律宾 还是来得重要的 毕竟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的高阶的制程的晶片 对它的AI的发展 它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美国在跟中国大陆 在跟俄罗斯这样一个 对抗的过程当中 台海它目前最重要的是 要维持一个稳定 所以接下来的520的部分 我觉得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防止擦枪之后的这个稳定 是美国很要紧的 至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我认为它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像之前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贸易量 从1000多以后来变成2400亿 这个成长的一倍多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透过这个经济在支持俄罗斯 而且它九成以上结算 都用卢布在结算 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慢慢的 不用国际一般的以前的贸易 是用美金在结算 它现在是用卢布在结算 所以中国大陆俄罗斯跟北韩 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连结 当然中东那边还有伊朗 这变成世界上的一个集团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美国在后面 日本南韩台湾 台湾我觉得这一次的520要观察的 一个重点就是说 台海的和平跟稳定 不要擦枪走火 像那种喷水炮的 大概不太可能 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 应该不会走到这边 但是这个是 菲律宾应该是继续这样 但台湾的话美国应该会 更高度的警觉 而且不要擦枪走火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美国说实在是 不太够意思 它这个菲律宾民间团体 它这次活动叫这是我们的 然后发动了上百艘的渔船去 那个船很小 刚才赵先生给我们看的 那个是他们最大的一艘的商船 他们前面就放了渔网 表示他们要捕鱼 然后上面做了很多的记者 其他的船就是一个人 两个人这样划 你不要说喷水炮 我觉得大浪来 可能都会摔下去 就会翻了 那个船就要翻了 我说美国很不够意思就这样 就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它就跑掉了 它也没有意思 要跟中国真的在黄岩岛 现在就这样子正面冲突 它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搭去作秀 菲律宾真的是一个 很开心的一个国家跟人民 你看他们的那个渔民 这样子 还是一这样去跑去这样 去了之后 它其实根本没有靠近黄岩岛 它距离那个黄岩岛 大概还有50海里的地方 他们就撤了 然后他们就发了一些物资给他们 快快乐的又回来了 就这样结束 我觉得美国是想要这样 对 然后就声称他们成功了 我觉得菲律宾真的好可爱 我以前常去菲律宾 我工作关心 就说一两个月就要去一次 真的很快乐 快乐的民族 他们就跟我讲你看 渴了就拔椰子 饿了在河里抓鱼 那鱼都很大条 我们多快乐 你们再赚钱赚了半天 跑到我们再来度假 对不对 我们每天在度假 然后我到那个工厂 包括很多大的工厂 包括Good Year什么这些 他们叫我去演讲 然后那个11月 Merry Christmas都挂出来 那个牌子很高兴 问他能不能给我什么Gift 什么就来问了 快快乐 真的有时候 所以他们以前曾经做过调查 菲律宾是全世界 最快乐的人之一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她能不能к别人 现在赚钱放了 你放了 就能复杂了